嘿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阿云 欢迎大家来到阿云网市真频道 在第13期视频当中 我给朋友们分享了 怎样在VLC Affiliate上面创建自己的利息网站 为了方便描述 我就将VLC Affiliate称之为WA WA上创建利息网站的步骤很简单 只需要4个步骤 输入网站的名称 选择一个居民 然后点击下按钮就可以创建 自己的利息网站 如果朋友们第一次听到利息概念的话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赚钱点 就是你get到了一个赚钱的方法 那么你就可以通过它来赚钱 而我们在WA上创建的利息网站 也就是我们赚钱的一个工具 好了今天我就给朋友们分享 我在WA上创建的利息网站 就是 adsenseearnmoney.com这个网站 我怎样申请Google Adsense 为什么要申请Adsense 那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申请Google Adsense Google Adsense就是Google广告的英文名称 我们一般把它称之为Google Adsense 申请Google Adsense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Google广告的代码 部署到网站上面 这样当别人访问你的网站 然后点击你网站上面的广告之后 你就可以赚钱 简单的说可以挂Google的广告 然后实现网站来赚钱 当然网站要实现赚钱 你必须经常性的更新一个网站 然后为网站提供高质量的内容 就是content is king 就是内容为网 在组织上取得一个很好的排名 这里面的内容有很多 我暂时就不给朋友分享这些内容 今天我们的主题主要就是 教朋友们怎样申请Google Adsense 然后再将这个代码 部署到网站上面去 好了 再开始今天的主题之前 欢迎朋友们在视频下 我点个赞 然后并订阅阿云我是这个频道 如果你对视频当中的操作步骤 或者有什么建议 欢迎朋友们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会及时回复朋友们的 接下来我们就回到电脑前 我给朋友们演示 怎样申请Google Adsense 在这里要提前给朋友们说一下 我是由上一期视频道中注册的 那个机面账号 直接来开始今天的视频 一个演示 在这里来我建议朋友们 优先申请机面账号 机面账号的申请可以看 我上一期的视频 好了我们就打开这个欄 请给朋友们演示一下 在这里来 我已经把Google Adsense的网站 打开了 因为你没有登录的话 他会让你登录 建议部门先登录 然后使用机面账号登录就可以了 如果你登录了之后 就免除了后续的一些 需要你登录的一个步骤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然后点击get some 在这里的话 他让你输入你的网站 网站的话我们就直接输入 在这里的话 就直接输入我的 那个 这个网站 好你的电子里面的地址 输入这个电子里面的地址 然后继续 在这里他会让你选择国家 所有地区 因为上次我注册这个机面的账号 我选的是加拿大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也直接选择加拿大就可以了 好 这里哈 直接选择 好 点击接受就可以了 然后建立登录 这个界面它是第一次出现 就是首次申请 还得认识的时候 它会出现啊 这个我们就 嗯 直接点击开始使用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来输入地址信息 地址信息的话 我直接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然后问你是哪一个城市的 城市的话是这个 直接粘贴过来 在这里要给朋友们说一下 这个地方填写的地址信息 是后面 当你的网站的收入 达到了10美元的时候 谷歌呢 他会给你寄一封邮件 他就是称之为聘马的一封邮件 主要是用于啊 对你的这个账号进行以后验证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填写的地址 一定要填写真实的地址 好了我们点击提交 点击提交可以了 他说你的地址啊 已经提交成功 提交成功了之后呢 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代码 部署到网站上去啊 这一步就很关键了 那么我们怎样把这个代码 部署上去呢 可以直接把它选中 然后碰到c就是复制也行啊 完了之后 我们就登录网站的一个后台啊 我直接从wa上啊 登录网站的后台就可以了 OK啊 在这里直接点击登录就可以了 点击 logging OK啊 logging了 通过wa后台就可以很方便 快捷的登到网站的后台 接下来就是我们把这个代码 部署到网站的后台上面去啊 我们怎样部署呢 在这里的话 我给他们说一个小技巧啊 你可以在网站的后台 安装一个插件 这个插件叫什么名字呢 再帮我们看一下 叫那个header and footer 这个插件 就是这个插件 就是insert header and footer 这个插件 插件 插件好了之后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setting 点击setting 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insert headers and footers 这么一个插件 然后点击它就可以了 插件的按照很简单 好了 然后我们直接将这个代码啊 粘贴到这里就可以了 这边上已经浮出进来了 好了 然后点击保存就可以了 你可以直接将这个代码 放到这个啊 这个scripting header 或者说是放着scripting footer 放在这两个地方都是可以的 好 然后点击sale就可以了 好了 这里它提示 setting sale的就是你的设置 就已经保存成功 好了 然后我们再返回到google adsense 好 把这个勾选上 我已经将程式代码 到网站中了 将它勾选上 最后然后点击完成就可以了 这里的话它提示这个 代码不完整 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有可能是在wa上创建的网站 好了 因为有缓存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缓存点清空一下 那么我们到wa的后台 然后将缓存点清空一下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直接点击detail 好 这里有一个按钮叫clear catch 将缓存清空一下就可以了 缓存清空之后 然后我们再来点击一下 再来试一下 完成 ok 它说已经找到程式代码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点击这里就行了 好 到这一步的话 基本上整个操作就已经完成了 完成了之后 嗯 就等着谷歌把我们的网站审格过后 google adsense的代码就会生效 生效完了之后 那样你的网站就会呈现 哎 谷歌的广告 好了 关于怎样申请google adsense 然后部署google adsense的 嗯 介绍呢 今天就给朋友们介绍到这里 在这里的话 你要注意的是 dw的网站 它是有缓存功能的 就是说你部署的代码 它不一定及时的生效 因此我们就要进入到你的网站那里 然后将缓存 缓存给清空一下就可以了 好了 怎样申请google adsense 和 部署google adsense的代码 今天就给朋友们分享到这里 好了朋友们 拜拜